因為我們已經再三的也強調 結果現在市場裡面 它的基本的 不管是它的一個供契 或者是一個契約 或是市場的鋪貨 我們都要求要正常的來進行 那這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徵用 那第二個 我們也跟地方政府 也大三我們也公開講 如果在這裡面供貨不及 那來跟我們調度 我們因應實際的需要 也會來提供 那第三個 昨天我們也配發了 七十幾萬劑的快篩 到各地方政府 超前部署四個字 已經變成國際笑話了 我們都還不知道 韓國什麼時候發展快篩 韓國是在2019年 當時疫情才剛開始 第16例的時候 他們總統就把所有的 韓國生技公司叫到辦公室 所以有沒有人可以開始做快篩 16例 已經開始這麼做 後來讓韓國的一家 原本資本額 營業額只有1億的公司 因為快篩做出來之後 做全世界的生意 結果那一年 他的營業額是276億 這個才叫做超前部署 什麼叫超前部署 我們好想贏韓國 結果韓國呢 現在AZ NovaVice 都有辦法去做代工了 這才叫超前部署 我們現在快篩 還在跌跌撞撞 我們的疫苗還在做疫苗乞丐 然後還在等疫苗 你告訴我們超前部署是什麼 這已經變成國際級笑話了 我們台灣不能只是看陳時中那張嘴 然後一直相信他的超前部署 我們應該看看全世界 包括最接近的日本韓國 人家在快篩跟疫苗上面的布局 什麼叫超前部署 所以現在的超前部署 是一個國際笑話 還在繼續講的話 那這是笑話中的笑話 往往水晨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像我們中天 全天攝影棚 都是不停地以水晨物化器 來噴這個水晨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隨時噴的話 水晨水手噴 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